今天我饭局请来的嘉宾是黎智英 黎智英白手卿家创立他的传媒王国 更带来极具争议性的采访文化 回望过去他怎么看他生命中种种的风风雨雨呢 欢迎你来到我的饭局 多谢你接受我的邀请 我没有想过你会肯来的 我大胆胆粗粗又试着问一问 所以非常多谢你 我也没有想过要来的 为什么呢 我和你吃完饭 我觉得Steven这个挺好玩 挺精彩 我觉得可以和你聊聊天 接受你的访问 我觉得会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大的挑战 我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不知道会问什么 其实你是什么国籍的人 现在除了香港人身份之外 我的passport是英国的 英国人的passport 但是你是不是移民过去加拿大的 没有 我没有移民过 只是去住过而已 我也没有住过 也没有住过 没有住过 那美国呢 就住过 美国我年轻的时候住过 但是没有拿过港籍 没有 所以你有一个英国的护照 有一个香港人的特区护照 ID的 没有护照 都没有 或者是香港的ID 你是在内地出生的 我在广州出生的 在广州出生的时候 出生之后在那里住了多少年 我住到12岁半就在广州偷渡来香港 那你在广州的时候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那时候就很乱的了 因为解放后 我们出生又不好 家里的大人都 个个都有事 不是被人兜 就去坐牢 之类之类 做小孩的那些 就经常都要照顾自己 几岁开始要照顾自己 400年出生 出生之后就是解放 是的 我400年底 49年 48年12月的 那变成就是 出生的时候已经是 就是脚头不好 我对家里来说 一出生没多久 那家里有事 你本身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本身有很多兄弟姐妹 因为我妈妈是第二 那我就是 我自己妈妈的七个之中 最小的那个 我和我妹妹是最小的 你妈妈都有七个 七个 我和妹妹是妈生的 那我有个妈的妹妹 是不是跟你一样的 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是两个jeans的 我看是 就是样子完全不好 没有什么一样的 身形都不像的 幸好不像的 那你说你出生不好 是什么意思呢 小时候 那我们是那些资本家 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客户 出生好不好 家里有很多麻烦 在那个社会里面 我觉得第一我们是客户 就是一个被批斗的对象 第二就是你没有大人在那里 那些小孩怎么都贱一些 你妈妈在那里 我妈妈在那里 社会 邻居 很多人都对你有另外一种看法 那爸爸呢 爸爸那时候走了 走了 他去了哪里 他都去了香港 但是已经去了香港 但是我们都找不到他 当时找不到他 可能去了其他地方 又回来 因为他去了香港之后 就失了讯息 那跟我妈妈的关系 又有个问题 那我们都没有找到他 当时也没有找到他 到最后才结婚他 那爸爸去香港的时候 为什么不跟你们去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想 就是走得到 一个人走得到 已经很好了 当时 他都解放后才走的 就是犯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手术 做了很多事情 才能走的 当时他想着你让你一个人走 留下一个家庭 你会回来 这样子 所以他就可以走得到 那你小时候 妈妈经常去勞改 那你就要出来维持生计 但是你不是最大 你是最小的 是啊 但是那些已经是散了 留下几个小的 就是大那些 你个个都在 在那个时间 你都要散了 去读书 去读书 去 就是 那个家企是散了的 那就是靠你去撑起头家 不是我靠我的 他们回来都给点钱 但是有时 你知道小孩子的 有钱就 大人跑去乱来 吃一餐好的 你就没有了 那就要我出去 对了 要我出去有时找点钱 那你找到多少钱呢 嗯 都很难说 有时找一几毛钱 一人应该很好的了 因为三个人 你买些米 有钱就买 有钱就买些菜 买些猪肉 没钱就这样 就是煮一煲饭 用些有些油 有些油 那应该好 涂了它 拌了饭 那样 我也是 那时候就是 每天都去 那些电影院门口 买一些 蓝鱼肉 买一些 火石 买一些 就是有什么 人家给我买的 赚了多少钱 那天就拿回家 就是回家的时候 买一煲 有时买一煲 多数天天都 不要说有很多钱 天天都买一些米回去 那些人家给你卖 你都是帮人打工的 不是自己 没有 自己没有本的 比如你去拿了 拿到之后 走去 走去买 卖完之后 就交货 交完货 剩下多少 自己拿回家 那样 那是否觉得辛苦 没有的 没有的 小时候你不知道 什么叫辛苦 我觉得 就是要做就做的 那些事情 就是好在小时候 好在艰苦的人 只是小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过得挺轻松的 我觉得还有一些 一家人 几个小孩 都觉得挺好玩的 接不计 都是挺好玩的 一样不用上学 对 不用上学 最好不用上学 又觉得自己可以做大佬 在家里 因为自己允设回来 做大佬 我觉得挺好的 尤其是我自己在火车站 跟人搬行李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港澳同胞 回来 为什么跟我们完全不同 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我跟他们搬行李 为什么这么香 那些行李 有什么行李 因为旅行李 很多人吃的时候 很多人带些 那些袋子是新的布 新的布都是香味 很多人带些食物回去 因为饥荒时间 我自己九岁八九岁的时候是饥荒时间 很多人带些油 带些面粉 带些食粮回去 以前我们很少有机会 闻到食物 觉得很香 又觉得人家 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有礼貌 当自己是人 很多事情使得 很多事情使得 这个世界是有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 就是因为这样 使得我想偷渡 那偷渡来香港 都要钱的 那时候 如何囚集这些钱来香港 那时候 我不是直接在香港偷渡 我是拿了一个通行证去澳门 澳门当晚 有人带我们去偷渡 在船上去偷渡 就是去到那时候 那时候我阿姨就在香港 就去找我阿姨 我阿姨就给那个偷渡的370元 是这样的 钱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可以拿到通行证去澳门 那么厉害呢 那是很怪的一个经验来的 那时候 那时候 我小时候 我们就住 我们的 我们住间屋 是挺大的 但是解放了之后 就剩下一个小小的厅 一个厅大家用的 留个房给我们一家人 那其他人就剑了 就是用一些木 来剑了一间房 给其他人住 那这事 我自己就睡厅的 厅的隔离房 就有一个女人在那里住 我那个时候 那个女人 二十多岁 对我来说 那个女人很小 我十几岁 他就和一个警察拍拖 之后 就丢了一个警察 跟另外一个人拍拖 那个警察 就是我们的派出所的 就整天都推驾 单车经过我那里 我就下去告诉他 他们昨晚几点钟回来 那男人有没有在过夜 过夜说些什么 那时候很薄的 那些板像很薄的 就给他很多信息 最后我就跟他说 我帮你做了这么多 你都要帮我 多少岁 那时候 我十岁 十岁 十岁 十一岁 我想也不止 我想十二岁 我十二岁半走 十一岁多 十二岁 他说我帮了你什么 我说你批准我到香港 我申请 香港不行 香港我不批准到你 又说你澳门 我批你去澳门 他答应批我澳门 我妈就不给我的 死都不给的 因为他觉得 去了香港 第一 批准到很危险 第二 如果你去了香港 永远都不能回来 我打算 永远看不到 不舍得 但以后他都心软 我又去学游泳 他心软让我去 我终于去到了 有个做会计的姓譚 一位先生 他跟我说 你要学英文 你不要不学英文 不学英文你很出头 我是挺幸運的人 老板有一年赚了很多钱 就给了7000元 过去炒股票 我自己的份都赚了25万 我记得我去到澳门 因为你那时候离开大陆 他给你一元 一元港币 我去到澳门 经过一条路 我看到一间鸿吞麵当 我就去到 停了的地方 就是客棧 很低级的客棧 我立刻走过马路 对面吃了 问他多少钱 我说两毛半 我给他一元 我吃了四碗鸿吞麵 吃光了 我没有想过 那一元有没有用 我没有想过 你看到我个人 做事都很精准 我小时候已经开始是这样 我还记得 我过拱北关的时候 有一个很奇怪的经历 在我过拱北关的时候 一路排队 一路排队 你就进去房间 他搜过你的身 或者问过你的问题 一个人过上车 过去澳门 我排队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人 拖了一个女人出来 鬼杀这么吵 那女人叫 我就问那个军人的警察 我不记得我问他什么事 他就没有回答我 他就问他 前面那个有人回答我 就说 因为他藏了一些东西 在身边 搜到出来 所以不让他过去 那时候我就 我妈妈临走的时候 就在我的底库 就捏了一块金 就准备我过去 第一 要还了钱 给他衣服 他370元 第二 如果剩下一些 都给我有点钱 可以 就是 有一些用处 那我听到 我整个傻了 我那个实际间 我想一下 博不博呢 没得博的 我可能找一些生人去博 去博一块金 那我就 找了手放在袋里面 弄坏的袋 那些裤子很旧 你知道 你穷的时候 那些裤子很旧 一弄坏的袋 把手放在底库上 将那一块 撕掉出来 在库浪那边 到地上 找一只脚 把他扑在泥底里 那我就过了 过了 他什么都没理我 但我没有后悔过这样做 你当然要这样做 你没得博 我觉得不可能找生人的浅度 去博这件事 那时候我都开始 我觉得 要做决定 自己已经 虽然是12岁 但是开始要处理自己人生 做决定 这个决定不难做的 我们先来享用一下这个汤 好 这个是花椒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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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喜欢吃顺德菜 我知道 是的 不如我年仅大 越大都 喜欢吃一些清的东西 我以前都吃一些很浓的东西 炖炖的东西 现在都慢慢慢慢清 所以对我们来说 那你去到香港之后就投靠阿姨了 不是 去到香港之后他给了钱 去到我就觉得我就很害怕 去到见到阿姨 就那时候在哪里 是不是在石剑尾 在哪里 我不记得就真的不记得了 因为我对那个direction 对那些记忆不是那么好 看到他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棚 或者一个很大的搭了一个地方 里面有很多床位 每个床位有炆帐 在床位旁边有个炉煮饭 有个盆在那里洗东西 我知道他在那时候很穷 我想不到香港可以有这么穷 我便知道那370元 他很辛苦找到来 但是我已经没有给他了 扔下了 对 扔下了 那时候我突醒 我看到之后我自己也很害怕 我没有想到他 我根本就想到自己的前途 没有想到那么穷 要不穷 可能我也想一下 薄一薄 或者一次也不会 但是也会考虑一下 所以那时候 当晚他就带我去一间工厂 去做同工 当晚我已经在那间工厂睡 第一晚去了 第一晚去了 第一晚去过去睡 我记得那晚厂长接了我之后 送了我到包装部 选了一个地方让我睡 有其他2-3个小孩在那里 给了10元 你慢慢洗 我知道你吃早餐 你一来就在那里工作了 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怎么开始你自己的事业 是不是跟着一帆风顺 都可以说一帆风顺 我是挺幸运的人 虽然中间有很多挫折 很多喜乐 但是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人 比如我去那里工作了几个月 有一个做会计的姓谭的一位先生 以前是在英文学校做教师的 他有做会计 有管仓两样他都做 因为小的厂什么都要做 他跟我说你要学英文 你不要不学英文 不学英文你很出头的 你不可以经常做这些东西 我浪费了你 他就叫我去买一本英文书 有时下班 他就教我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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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读 自己晚上读 查词典 慢慢学会英文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 一生人是一个很大的祭遇 我不可以想象 今天我不懂英文会是怎样 但是你一直都是自学 没有正式受过传统的教育 没有 你在大陆的时候 我读过五年班 我记得我留过一班 五年班 留班 我读再不回去 但是那时候上学 都是为了早上 有个饭头给你吃 吃完我就走了 差不多 那时候 第一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如果家里有这么多事 你觉得 又要回去照顾家里 你没有了无心向学 那时候 不会觉得读书是这么重要 所以我觉得 姓潭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恩人 就是因为他真的啟发了我要读书 我读书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找吃而已 最重要是吃东西 最重要是吃东西 最重要是有东西吃而已 那你在香港这么多年 就是到19岁之前 都没有想过找你爸爸 或者尝试找他 那时候也有的 有的 有人说在哪里 有时候见面 但是也很疏离 有时候见面 有时候他都被人去厂 找我去喝茶 有时候我找他就少些 那时候他都会找我 因为我小时候 不多不少都对家里的糾纷 使得我和爸爸很疏离 十二岁到十九岁 已经发生了很多事了 后来我做销售人 做工厂的销售人 他就派了我去纽约做销售人 最初就去拿生意 马上回来 做一做一做一做 就停留在那里 那去到纽约 那你又怎样搞起生意上来的呢 我去完纽约 在纽约我找很多钱的 因为我做销售人做得很好 很多钱的 很多钱的 在过程时来说很多钱 越多钱就越难自己搞生意的 你入息越多 绝对是 而且我那时候就洗脚不抹脚 为什么不抹脚呢 花天酒地 花天酒地 我真的可以 二百五十元租的Low Sloy 自己拿一天 二百五十元 即是觉得世界很美好的 永远都不会完 这个好运 那时候不觉得自己好运 觉得自己好运 不觉得自己好运 结果完结的时候 就没钱了 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 再失业了一段时间 找到工作 我也没想到做生意 我最后想到做生意 就是觉得自己做很多东西 打工不了主意 而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不是一个好的听众 我不是可以听别人说 而做到别人需要的东西 我做任何东西 都是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做 甚至我当时撞板才做得到 我对很多老板来说 这件事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是很痛苦的 我自己很痛苦 而且我个人 可能又是 生得比较 又年轻的时候 又少年得志 超级一点 老板又想按一下我 怎么按你呢 就是什么都先说了不好 做什么都不会赞你 放着赞了你 你松露松降 那你是不是先 我想也是 但是松露松降 不是一定是 我个人就比较囂张的人 或者是 囂张的 就是目中无人那些 有些自负的 有 年轻的时候 老板就想按一下你 让你谦厚一点 让你稳重一点 但是我不是这样看 我觉得样样阻挤着我 最后 我就觉得自己出来做了 有一年赚了很多钱 又给了7000元 那是什么年份 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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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97 应该是73 很多钱的了 73年 73年 74年 不少钱 7000元 不少钱的 7000元 还没计算商量的 就是bonus 给7000元 当时我和我一起拍档 他做sales 我管厂的 我做经理 我管厂 他也是经理 管sales 他叫梁巨荣 我说 荣仔 借3000元 我去炒股票 我去到新同基 开个孖展户口 他说一万元 只有7000元 不够 他借了给我 不如这样吧 不如我夹份 夹份 你赢了我 输了就算了 赢了大家 三七分 三七分 我当时也不是三七分 我赢了 我先取了10% 哦 很会计算 那时候我已经这样 然后 我自己的份 都赚了25万 赚了25万 很多钱 很多钱 很短时间里赚了25万 但是同时 我又觉得炒股票 就是运气 我从此发誓 不炒股票 到今天也没有了 没有的 我是投资的时候 已经买股票 我是放几年那些 所以如果想着不炒股票 我就去做实业 就是跟这个拍档 就是partner 和另外一个年纪大一点的 这个 物料供应商 就是原料供应商 开了一间厂 所以 那时候开始了 那一开始厂就很顺利了 很不顺利 很不顺利 遇到什么困难 例如开厂 你就觉得很乐观 很多人说 我开厂的时候 你会不会给些单 我开厂的时候 你会不会帮我 我开厂的时候 你不会给些credit 我 就要染厂好 无厂好 所有那些都好 你开了之后 真的没有人理你 原来 当时 那时候 我不是怨这些人 我当时觉得 你问一下自己 有没有把炮 你问一下自己 可不可教 怎么可能 每一个人 多数都是打工 有时候 例如做老板 那些 会不会把那些钱 给你交费 我觉得是对的 我又跟别人加工 加到差不多 我就自己接单 慢慢就做到 多大的作品 有一个说法 其实你都用资金 资助到八九民运的人士 去逃出中国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你现在还有没有资助 这些民运人士 但外面也有部分的人 将你那个传媒的行业 用人贱的两个字来形容 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当负罪